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在13号公告 知名药厂生产的胃药 善未得当中抗溃痒的成分 雷尼替定含有微量的 致癌物质NDMA 而目前我国的食药署 已经启动全面清查 并且要求业者在10月18号前 必须要回报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13号公告知名药厂生产的 胃药善未得中 抗溃痒成分雷尼替定 含有微量的致癌物质NDMA 我国食药署立刻抽养国内 有使用相关成分的原料药 针对全台还有在云运的 22家业者13间药厂 展开全面清查 在10月18号以前 必须要检验确定这个原料药 没有这个NDMA 没有不符合规定的时候 才可以下去制造 每一天可以容许的 就是96NALO GROUND 0.3ppm 在台湾不止善未得 包括一般处方或是只是药品 部分胃药中都含有这种成分雷尼替定 它能抑制胃酸形成 减缓胃部不适 但却被发现 里头含有微量的一级致癌物NDMA 食药署解释 NDMA常存在于空气水和食物中 这次美国检验出 药品中NDMA的含量 跟在食物中的含量差不多 因此比照美国办理 并未下架 但10月18号后 业者如果没完成自主检验 食药署将要求业者下架回收 目前原厂也已经宣布 暂停全球出货 算蛮普遍使用的药 针对在抑制胃酸 或者是它有胃食道逆流 雷尼替定的话 它就是有可能 有的人会对它过敏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 严重的一点的话 就是什么水管性水肿 国内药师说 一般医师开的处方药中 有三成胃药含有雷尼替定 民众接触率高 若担心药品中含有致癌物 民众可以跟医师讨论 是否要更换替代药品 这样才会临行台北采访报导 在教室下沙克房尼替定的